很好吃耶 快點 快點 可以 吃一口有雞肉的 所以我明白 台灣人吃了韓國酒品的時候 會覺得很清淡 那晚上的話會吃一個更有名的火鍋 好吃吧 韓國人來吃這個一定會愛上的 就是韓國人超級喜歡的那種味道 哈囉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過得好嗎 最近還不錯 丁麵人是快超過我了 哈哈差一點點 今天要請丁麟帶我去 最近比較在台北紅的一些餐廳 年輕人特別喜歡吃 對 對 有兩間 一間是粥 超粥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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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IG啊 短影片啊 上面都很多人在推薦的 它是粥為主 我喜歡吃粥 我喜歡吃那種比較濃的粥 濃的 越濃越好 黏黏的那種 對那晚上的話會吃一個更有名的火鍋 火鍋 它用很像燒酒機一樣 它會點火 讓那個酒去燒起來 表演的那種感覺 它是很中式很台式的 好 我們現在晚上要吃萬克食鍋 所以要先訂位 因為不好訂 打完了克食鍋之後 然後INLINE的這個介面 就可以看你要吃的點 就可以選你的時間 比如說今天 之後就可以 它就寫機電有空 對 點四點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姓名電話 Email打出去之後 好 林小姐 林小姐 他那個有亂按 確認定位 等他一下 對了 它這個INLINE最新的一個功能就是 它可以連結到LINE在那邊去 你就登錄你的LINE 你的定位建立提醒 啊這樣 對對對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啊 你要保留定位 或是你要看更多定位資訊 它通通都可以在LINE裡面看 所以變得很簡單 太餓了 我們快點去吃吧 好 來 那我們先吃一個這個前菜吧 好啊好啊 這個茄子涼拌子 茄子 蒜頭辣椒香菜 蒜頭辣椒香菜 對 它把茄子的皮去掉 第一次吃到這種東西 你也吃嗎 對沒有看過茄子皮去掉 嗯好吃 很開胃 酸酸辣辣了 而且它茄子煮得很嫩耶 嗯 有一種粗的味道 很好吃耶 這個臭豆腐也是很特別 像韓國的上爆菜的那種 嗯 嗯 這裡是不是有豬肉豆腐 還有牛條 對 而且一般的臭豆腐不會像這樣攪碎 只能說這個潮州包很有創意 是 你喜歡吃臭豆腐嗎 我也喜歡 我還是不是很習慣 你還不是很習慣 臭豆腐聞起來也臭啦 吃起來也是香的 對 吃吃看 嗯 不錯 不會那麼臭 它這個鹹度比較夠一點 搭配這個菜剛好 把這個放在粥裡面 嗯 一直吃就剛好吃 對 再來我想試試看這個 這是什麼肉 豬肉嗎 對 這是豬肉 這是類似台灣的叫糖醋肉 糖醋肉 啊 它是先炸過 先把豬肉切塊炸完 嗯 再次用這個糖跟醋 嗯 調成一個醬料 然後再去炒過一遍 其實糖醋肉的話 那韓國也常吃的哦 哦 真的嗎 韓式的中華料理 你聽說過嗎 韓式的那個炸醬麵啊 海鮮湯麵 嗯 吃那些麵的時候 配糖醋肉 我看看跟韓國的 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 對 嗯 好吃 很好吃耶 跟韓國的糖醋肉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醬油味 嗯 韓國的糖醋肉沒有醬油味 沒有醬油味 嗯 而且這個吃得出來 它把油用得很乾 粒得很乾 吃起來不油膩 對對 而且豬肉也很嫩 嗯 嗯 皮鋒泥超好吃的 哈哈哈哈 更酸更甜 嗯 嗯 那 吃這個嗎 好啊 這油條裡面包蝦子 哦 這個很特別 你有試過這種嗎 第一次吃到 而且它下面還有一些醬汁 你們試試看 試試看 嗯 嗯 好特別耶 油條的香氣很夠 嗯 油條的那個 油油的香味裡面 豐富的那個蝦味 嗯 嗯 口感也很特別 一半是脆脆的 一半是 對 上面是脆的 這個也太好吃了吧 是不是只有在這裡可以吃的 沒有 沒吃過 是不是 這邊才有 嗯 這個我也覺得好像很厲害 是嗎 吃吃看吧 好 這是腳白筍你知道嗎 不知道 筍子知道嗎 筍子知道 對筍子的一種 之後再加上豬肉 嗯 對下去煸炒 煸炒 煸炒的意思就是用少少的油 嗯 去慢慢把它煸煸 煸到乾掉的樣子 就有點像煸的 可是油不會這麼多 吃吃看 很香吧 這常常都是 都是筍子 嗯 然後這碎碎的是豬肉 對 喔好吃 很香 一定要搭配這個 豬肉一起吃 嗯 把蒜的味道都把它炒出來 嗯 對…很好吃 我一半不太喜歡吃筍子 真的 但是這家的這個真的好 好甜 甚至不是一般都會有一種臭味嗎 對 這麼很像沒有 對 它這個腳白筍的味道 本來就比較淡 嗯 那個叫台灣 你聽過嗎 腳白筍 沒有聽過啊 這是筍子的一種 它比較小條 嗯 所以它吃起來比較嫩 嗯 因為現在外面的筍子這麼脆 對… 所以味道這麼重 嗯 這個它把它煸到很乾 就煸到比較乾一點 所以味道都不見 所以是這樣 這個我再吃多一點 這個前面吃的 如果比較油膩的話再吃一遍 對… 又把味道提回來了 太好吃了 那接下來吃這個吧 好 這個在台灣的台語 米南語叫做 蹦米香 蹦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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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香 這是 蹦米香 蹦就是爆 米就是這個 米香 對 就是把米去南語 讓它膨脹 你先倒 哇這裡面很多料 裡面有蝦子 蝦子 好像是很像魷魚的東西 嗯 看不出來 要吃吃看才知道 嗯 吃吃看 吃吃看 好脆喔 這個白色的薑的話 沒有很中口味的那個味道 對 它不會把這個米的香氣改變 嗯 對… 跟那種意大利的不一樣 對 這那個糖 那個我很期待 就是因為我最喜歡這一種 煎蛋加辣椒 還有豬肉 這就是類似川菜的做法 對對對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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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可以單吃也可以配合 嗯 以前 基本上韓國不吃花椒的 最近幾年以來非常紅 起來那個麻辣湯啊 或者麻辣味 烤魚店啊 什麼麻辣味都有了現在 花椒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以前吃不習慣 現在很喜歡 我很喜歡花椒 因為它不會辣 對 可是很香 麻麻的 這好吃耶 這好吃耶 這個我覺得可以配粥 對 鮑魚跟煮雞 哇 雞肉好大塊 快點 快點 可以 吃一口有雞肉的 哦 怎麼樣 嗯 好吃 好香 哦 最後味道很特別 湯都是滿滿的雞味 所以我出來它的湯熬很久了 嗯 所以我明白 台灣人吃了韓國的舟品的時候 會覺得很清淡 對 是因為真的很濃郁 我聽到你說台灣的年輕人喜歡吃粥的時候 而且聚會的時候也吃 對我來說是很奇怪的 因為韓國的話 吃粥的環境都是 人家老了 吃不下 或者消化不了東西的時候才會吃 或者在住醫院的時候 或者生病不太有胃口的時候才會吃 其實像台灣以前也是 人是生病的時候 或是胃口不好才吃 嗯 而且現在把這種粥啊 用得越來越濃 哦 這樣子 讓更多年輕人喜歡吃 啊這樣 對 我要再倒一點點 加這個麻辣 我加點這個蔥跟蒜 哦也可以 嗯 芹菜你會吃嗎 芹菜我會 你會 我等一下試試看 好 我想先吃吃看這個麻辣的 好 嗯 哇 哇 很好吃哦 真的很好吃 我也想加一些 看月色的表情都受不了 怎麼樣 是不是 太好吃了 啊 這個白粥跟麻辣搭配很好 嗯 我試試看你剛剛吃的那種 加芹菜很好 加芹菜很好 對 我覺得可以加一點臭豆 嗯 哦對對對 我也要 什麼都加進去了 加的越多越好吃 嗯 它這個好吃 嗯 加芹菜的料理方式 韓國基本上沒有的 韓國沒有人在吃芹菜嗎 不會放在料理裡面 喔不會放在料理裡面 一般會就是吃沙拉的時候 會加一點點 沙拉 然後在料理裡面基本上都不會 嗯 所以 只要吃得到芹菜的味道 我就會有一種 哦 台灣特色的感覺 因為台灣的粥最喜歡加芹菜 這樣 嗯 去外面買的話 隨便買一個粥它都加芹菜 嗯 然後再吃一個 糖絲肉 米跟 鳳梨 嘿嘿嘿 這兩個粥真的 太厲害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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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身體都暖淺 嗯 變化融的時候 覺得很適合吃 對 吃吃看這個嗎 蛤 哇 哇 好多蝦子啊 太多了吧 你吃囉 我吃一個我看看 嗯 好吃嗎 蝦子味好濃喔 哇 這邊也熬煮很久了 嗯 很鮮的蝦子 嗯 哇這個太讚了 外面沒有吃過這種的 哦 嗯 香味 超級濃郁 感覺吧 蝦子的精華都煮到湯裡面去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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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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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啊 嗯 甜湯粥的話 單子吃起來比較好吃 然後跟其他菜搭配的話 銀鳳粥搭配得更好 因為這個味道比較濃 對 對 你覺得怎麼樣 我也是這樣覺得 嗯 因為這個蝦味本身就很濃了 對對對 所以如果搭配其他會把其他東西蓋掉 對對對 這個搭配其他東西 對 味道更紅 我其實大概吃飽了 嗯 我也是 我在吃飽 嗯 太飽了 所以這些粥品的話 在現場點 懂鞋味要懂很久的吧 哦 對 其實像我們今天看很多客人來的話 他們點粥 因為這是一直包嘛 把他的味道煮出來 所以你要在現場等的話 等比較久 那那我們今天用Inline的話 我們在定位的時候 嗯 先在上面先預點餐 哦 所以店家就可以先準備 也不怕說 這個品項賣完了 對對對 你要賣完了 你就把你的時間呢 你要吃什麼 先把它切好 對對對 之後他來就幫你準備好 哦 節省拿時間 大家可以用這個工具盤 不錯 Inline 大家別忘記 這是餓嗎 餓了 我也吃了 因為吃粥比較容易消化 對對對 所以我想吃 如果他們特色的話 剝皮辣椒 你知道剝皮辣椒嗎 沒聽說過 不覺得它是一種綠色的那種辣椒 吃起來的話是很香 可是不會到很辣 我覺得可以吃吃看剝皮辣椒一個 然後呢 之後一個燒酒的 燒酒鳥骨雞鍋 對 烏骨雞鍋 像烏酒的話 就是比較偏向那種米酒 OKOK 它的酒味很夠 而且是有經過先滾 燒酒 對不對 燒酒應該OK 跟韓國燒酒不一樣 是嗎 對 之後副餐這邊的話 他們的推薦 店員我剛才問一下 他們推薦這個 蔥燒蝦仁飯 OK 雞滷飯應該蠻好吃的 這個我很喜歡 試試看吧 那先這樣子吧 啊用手機點猜 外面排隊的人好多耶 對 這個超級難定位 所以我們是因為提前定位 才可以直接進來 對對對 啊如果像有一些後衛的店 他也可以直接按 那個INLINE的那個LINE系統 就可以直接看那個排隊的人數 就可以節省時間 很方便 哇 肚子好餓 越來越餓了 先吃醬料 開玩笑 哈哈哈哈 這是非常台式的 我調的一定很台 嗯 我有信心 嗯 這叫沙茶醬的烘味 喔你直接吃了喔 嗯 很濃郁耶 很濃郁喔 那個 喔對 欸它香味很夠 嗯 欸它不會很鹹 不會很鹹 對這可以這可以 好可以 雞滷飯我有吃過 這個名字叫什麼 這個叫做 蔥燒蝦滷 這感覺不錯 這我從來都沒有吃過 也沒有看過 你有看過嗎 這種 沒有我看過蝦仁飯 蝦仁飯 嗯 台南有 可是沒有再加滷肉 這個比較特別 你也可以試試 可以可以我等一下吃一個 蝦子跟滷肉 都有一口 這樣才好 哇 蝦滷飯 吃一口 喔 怎麼樣 蝦子很脆 好吃 蝦子很脆 嗯 是嗎 我也來試試看 脆的口感 好吃對不對 也不會太鹹 好吃 蝦子還是脆脆的 好吃 但是我覺得蝦子不是很脆 沒有 我的脆不是只那種炸過的脆 嗯 是鮮脆 鮮脆 Q彈 對Q彈的感覺 Q彈的那種感覺 好好吃欸 嗯 嗯 你要吃吃看這個嗎 嗯 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 這個真的太好吃 我直接可以 直接把它吃完 像我是真的很喜歡吃滷肉飯的人 嗯 我也吃 我吃到這碗就滿足了 我愛台灣美食的 只要留的是滷肉飯 真的啊 吃還是吃去還是覺得 滷肉飯最好吃 嗯 這個也可以吃吃看了吧 這個它有兩種吃法 怎麼吃 一種是直接乾的吃 另一種是煮到湯裡面 煮三到五秒 喔 吃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這個 對不對 是嗎 我覺得 因為這是麻油 然後這是燒酒 一般麻油跟燒酒會混在一起 對 台灣的料理是這樣 好 你覺得要怎麼吃啊 只是想直接吃一口 對啊 我也想啊 喔 流出來了 哇 你看 這個好吃啊 這個一定好吃 這一定好吃 可是我覺得可以加去煮一下 應該會更好吃 這樣子對嗎 對 可以煮 太好吃了 好好吃耶 湯汁的味道吸收進去 嗯 湯的味道也很好 我喝 我試喝一口看看 好啊 你可以喝喝看我的 喔 你那個湯好喝 是喔 好辣 很辣 很辣嗎 但是很好吃 嗯 有一種很重的辣椒味 然後醬油的味道 這個就是薄皮辣椒 喔 這個韓國人一定會很喜歡 真的啊 韓國本來就是很喜歡吃隔離湯 隔離清湯 隔離清湯 然後韓國的隔離清湯 一般都會加青陽辣椒 你聽過嗎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一定會 每一個韓國人都會喜歡的 我吃吃看我的 嗯 這個反而有一種 要燉的感覺 嗯 它有加一些中藥菜 對對對 這個骨子 是不是 骨氣 還有黑黑的 黑黑的 喔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我也不知道耶 可以觀眾留言解答 對 我每次不知道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問觀眾 對 就這兩種嗎 好像也有 還有嗎 有有有 不見 喔有有有 一片一片那個 這個是當歸吧 對應該是當歸 嗯 哇約聖你怎麼都知道 我很喜歡 中藥菜 很厲害喔 我都不一定知道了 可以先吃這邊啊 好好 這是鍵板牛肉嗎 對 反鍵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 試試看 哇 油花很漂亮 算個 5到7秒就好 嗯 這樣就好 所以一定要加這個 沙茶醬 對這個非常柴的 而且它沙茶醬真的很不錯 品質很好我覺得 好吃 嗯 肉很嫩耶 嗯 很多連鎖的火鍋店 板尖牛都很 主要很硬 嗯對對對 所以真的不會 軟克的那就是軟克的 裡面有筋也不會 也不會 對對對 卡 那我們吃吃看這個 好可以 這是我們另外把菜盤換成肉的 哦 其實我很喜歡吃這種油脂比較多的肉 是嗎 對我很喜歡吃這種 我發現其實原味就很好吃了 這個嗎 就是不用膽量 也很好吃 哦 所以吃吃你的湯 對 我想吃你的湯 我原本正想說的 那一人夾一片 你先來 好 我來試一下原味的 哇 很好吃耶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喜歡 但是我 我應該更喜歡這一個湯 哦真的 因為這個是完全 瞄準韓國人的 果味的味道 真的 好吃吧 對不對 非常好吃 這真的很好吃 嗯 它下去的辣味也不會很重 它有一個剝皮辣椒的那個香味 香氣在 首先這個格里湯的味道很香 加上剝皮辣椒 跟有一點點的醬油的味道 很像韓國的那個 醬油肉你也聽過嗎 辣味醬油味 就是韓國人超級喜歡的那種味道 這瞄準韓國人的西藏 對對對 韓國人來吃這個一定會愛上的 這個真的很鮮啊 蛤蜊又加超多的 再試吃這個吃 好好好 你也可以試吃這個 好好好 那原色我 我直接吃你裡面的雞肉 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這我看好久了 我覺得這一定超好吃的 應該已經熟了吧 對啊 一定熟了 哇 太好吃了 家鄉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 我沒有辦法理解那個家鄉的味道 畢竟我不是韓國人 哇 好吃 好吃嗎 我也吃吃看這個雞肉 藥材的香味很重 如果有一個酒香味 可是沒有酒 有一點點的那個 花雕雞麵的味道 就是那個酒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東西 花雕雞的酒種 酒種不一樣而已 用花雕酒 對對對 這個用米酒 米酒 基本上用米酒 很開心能夠跟你來這裡 吃到我沒吃過的台灣美食 而且還有家鄉味 對 這個年輕人真的很喜歡這個年輕人 是嗎 外面排隊滿滿多年輕人啊 對 對 後面還有很多耶 對外面好多人在排隊 這是菜盤 對 好 你最喜歡什麼 我 我都 我全部都吃耶 那 我最喜歡高麗菜 那你自己搶 好好好 我飽了 飽了幫你吃肉 好啊 你要吃這個可以吃啊 我真的飽了 你真的飽了啊 謝謝你 謝謝大家 叫我 讓我更喜歡台灣 有你們我能夠更生日了解台灣 所以你下次也會再叫我台灣嗎 當然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